他和这个车小西两个人一起在队里面模仿冯天威 这说明冯天威还是比较受到重视 很多主力队员就是一个不够不够赔 嗯来看比赛的第一局 我们看到今天的比赛热身赛啊 这个场地全部是以奥运会的这个色彩为主 奥运会就是这种绿色的地胶啊蓝色的挡板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视觉冲击啊 对球还是用的是胡芳喜的新材料球 那么李小霞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要克服伤病 李小霞在这个奥运会亚洲区区选赛上 呃他表现的最突出最稳定 可以说也是奠定他最后能够得到教练者的认可 抱他奥运会的担打 从李小霞个人的能力而言是无用质疑 他是大门冠选手是最好的 他现在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怎么克服伤病 怎么降低伤病对他在李小霞 就是担任任号的教练 前奥运双打冠军颜森 刚才林强也给大家介绍了小霞最重要的是克服伤病 但是克服伤病现在最重要的又是什么呢 就是加强体能训练 这次蜂蜜训练把体能的量和技术达成了三分之一的比例 对 可见改了新塑料材质球 这个体能的训练尤为重要 一个是就是加强运动员的这种机能的这个本身的力量速度 再者呢就是防伤防病 在赛前在练前赛后一系列的这个训练当中都要进行拉伸 所以拉伸韧带对身体的恢复是相当有作用的 尤其是对于年龄比较大的老运动员来讲 赛前的越南 训练节之后的推幅都是非常重要 从任浩的这个技术能力和打法来看 还是还真是挺像冯先生那边 而且就是他也是在去年的冰糖联赛中代表这个霸州行业 任浩是河南人 任浩呢我记得在上届应该是世锦赛还是奥运会当中 世锦赛应该是他也作为这个主要模仿冯天威的男帮女的运动员 所以说任浩对中国女平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是吧 冯大赛就模仿国外的运动员冯天威 他现在本身是男一队的拳手 是叫刘恒那个组 但是我看了开局啊 就任浩的球还是要远远好于冯天威的球 毕竟男子的技术更加先进一些 他的技术的能力上也要好于女子运动员 对我想像这几热身赛可能更有针对性 比如说像弘强都是中国最大的对手 一论是在单打和团体上都有可能相遇 那么包括后面的比赛 在选择模仿对手的时候 都是有比较有比较强的针对线 这是一个回头球 回头球呢 在比赛当中呢 特别容易激发运动员在场上的竞技状态 这是看似一分 但是他的判断反应 还有打出了一个漂亮的球之后 让自己也特别提气 对 我们也是 就是从电视画面上有一段时间 没有太仔细的看力 感觉他瘦了 都瘦了 不是他瘦 据说丁宁是 十天瘦了多少斤 我想想 听他们说是五天瘦了十斤 五天瘦十斤 对 但还不能太瘦 这个体重是根本的 对 太瘦不行 但是虽然他们瘦了 但是他们据反应 他们都转了 就是肌肉的力量增加了 那是必然的 五十天啊 一个半月 一个月二十天的风力训练 6比6 三十天的风力量增加了 也就是李小霞和仁浩能打出这样的一种感觉 你看他俩不像男对女的比赛 而像男对男的比赛 男子对男子的比赛 李小霞他就是有这样超强的一种技术能力 一般女运动员确实不具备这种力量速度旋转 所以为什么说李小霞他能够坚持到今天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确实技术能力在女子运动员当中太强了 对像女运动员一般都是碰来碰去 他是敢于发力 接发球和发球这两个环节都处理得非常好 在一个他的这个发接球之后的一些技术也非常强势 都是在强强对抗当中得分 一比六 一比六 可以说第一比赛打得很干净 没有太多的这个多余的缓解 而是直接进入到一个比赛比较 比较良好的一个发挥的状态 对从今天的比赛看和他之前在包克吉隆坡 香港的比赛比赛和亚洲杯 这两个行动赛中有一个很大的部分 人整个动作感觉很紧凑 就是感觉是他的能力到了全都能过去 不像原来失业的多 中国平衡球女队的对手也很多 像日本女队 黑原爱伊藤美成 还有石川家纯 新加坡女队 对包括现在于梦宇 还有朝鲜韩国 对朝鲜韩国 包括德国 德国女队 德国女队 包括中国香港 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 你看如果是其他女运动员和仁浩打的时候 应该是在力量速度旋转上 小一号 小霞没有 小霞感觉差点比他大一号 对 就是不会轻易被打退出去 还在前台两个人可以抗衡 对 那么这50天的封闭训练 可以说 运动员 教练员 包括像仁浩 延生 还有很多陪练员 他们都做出了很大的这个牺牲 是 首先 首先完全是为了配合奥运会的参赛 主力 当中 如何在奥运会的参赛 如何在奥运的赛场上能够养我国威 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面 这个球 这个球小霞呢特别积极 虽然这个球有点高了 但是在相识中反手 通过落点的变化 控制的比赛 大家看到黄标领队也在现场 孔灵辉 孔之岛 也是一直在成都训练基地 陪伴着中国女兵 虽然中国队看起来是非常强大 可以说是基本上可以不可战胜 但是作为主教练孔灵辉 也是非常重视双打训练 包括比如说像刘诗芬和丁宁 他们俩可能在奥运会中的配合会比较多一些 他们俩拿出整段的时间 两个人配合 一会我们也可以看到 他们和模仿这个日本的那个双打 一层美城和幅岸进行的一场教练 那现在看来小霞和仁浩的比赛 小霞确实占据一定的主动 特别是在综合的技术上 反手的上手 正手的衔接 推挡侧身 这个就综合的技术一直在压制住 仁浩 所以仁浩呢 现在我觉得要充分的把他这个 男运动员男子的这种 进攻啊 要发挥出来 可以多用一些正手来进攻 对 可能这个也有一定的因素 是因为比如说 毕竟男运动员和女男打起来 这个感觉球不太败 就是男碰男的话 这球都很硬 女的相对来讲 可能节奏落点 还是有一些差距 是的 因为有些男运动员呢 他打女子的球就 呃 不是太适应 但有一些他还是 可以的 呃 特别是那些 不靠力量 旋转一般的男运动员 呃 他们通常对女运动员的球 呃 应该是揣摩的 或者说 在场上的 接触的是比较适应 跳 那现在仁浩在和小霞打的时候 我觉得他反手 首先不占优势 呃 右横对右横拍打的时候 如果斜对斜这个角度 不占优势 基本输了70%了 呃 那他怎么摆脱呢 一个是反手加凶 一个是用侧身 一个是辨对方 啊 总之要有突破点 如果如果从从头到尾都在反手上 呃 感觉下风 没辙 呃 小霞全贴着他反手 这样的人 而且李小霞在相持之后的使用正手 转进攻 大家看转进攻这个球 小霞比仁浩要快 仁浩就是反手反手反手 但是反手的变化 反手的节奏感旋转力量 都没有那么强势 没有那么主动 对啊 他反手必须得加质量 不加质量这球是相当被动 对 要不就是把力量或者落点打开 要不就是有速度 他现在不能和李小霞在那 就是对反手 等待 总是等着李小霞去失误 这不行 我说下来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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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叫 这个球小霞做了一点变化 他发了一个平球 这发平的这个球呢 比测旋 没有测旋球这么好拧了 所以呢 仁浩搓了一下 正好下一球 他能够有所准备上手 打得非常聪明 现在双方呢 在第二局 打成了八平 好球 还有仁浩 你看他转进攻之后 他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 退的太远 这个球 没有往前的那种压迫性特别强的这种进攻 他退后之后 又等一下停顿一下 你拉的再重 作为防守者来讲 他都不是很怕 为什么 他来得及有时间呢 假如你有往前冲 你强点拉 加速度 那个对对方的威慑力就不一样了 好球 好球 好吃 我做这个 我做不一样的 我做假装 冷暖 我做不一样的 我不能了 我做不一样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来看看小霞的第二个发球 还能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逆向旋转长球 好的 这球打的真是坚决 而且胆量很大 第一个球发球不成功 第二个球 毫不犹豫的发了一个奔球 逆向旋转的奔球 然后甩开手 就是强强 靠实力 靠反手的能力来得这一分 靠反手的能力来得到 稍等 Qui 走 靠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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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机会 其实这球挺成功的 发球发的相当好 没有让这个仁浩第一板用反手拧拉 你看这球仁浩没有办法 是吧 逼于无奈只能搓一下 那小霞呢这个球啊还是 估计不足 准备的不是太充分 就是他们两个人现在看起来 就是任浩如果说是 打得不够积极的话 不抢先上来的话 他真的还制约不了一场 他必须得抢先发动 在一个第二局的比赛 其实小霞呢就差了 这么一点点的强硬 他有机会 整个发挥也很不错 但是呢就到了这个节点上的时候 小霞如果能够再硬一点 不要保不要缓 因为他一缓你看 可能对方 他男子技术的这种实力啊 他的力量就会彰显出来 就是如果任浩要先发动出来的话 他从心理上还是会给小霞带来 有很大的心理压力 因为毕竟他是男子 男子的确定 一个呢他进局你看 他有几个很好的机会 就是在领先压着对方一分的时候 他的正手没有很好的运用 就在中间位偏正手的球 没有及时用正手来杀板 而是用反手来相持 失误了两个球 所以由此看着 小霞还是想先对啊 先相持先相持啊 其实你要是想一板能够 有这个杀板球 就直接解决问题了 可以拿下这局的 我们来看双方第三局 人发的球呢 的确有点像 冯天威 但是他这个正手呢 就是退的稍微有点远 这是男运动员 普遍的会出现的问题 就喜欢退台 喜欢往远的退 退台以后好发力 人号这运动员一看啊 就是属于 精精业业 任劳任怨 勤勤恳恳 组织叫到哪 他就全力的去付出 值得我们尊敬 其实他的年龄呢 也不大 才21岁 去年的青运会 他也是拿到了铜牌 其实成绩还是不错 在一看他呢 你就能感觉到 他是一个应该说是非常喜欢球的一个这样一个孩子 所以他打球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就是他的投入在里面 他不会说我的对手是谁 我跟男女选选手打还是女选手打 他只是投入在这个比赛当中 他觉得回味无穷的那样一种感觉 这个开局打的实在是对于人号来讲有点太差了 感觉突然不会 年轻运动员总是有起伏的 就像你刚才说 他才21岁 他不会是一个老将那样的风格 在经验上来讲 李小霞肯定比他是丰富了太多了 感觉他的反手现在有点找不到那个李小霞的点 他现在不用找小霞的点 他找自己的点就可以 要自己打舒服才行 他现在就自己都觉得手出了 人步伐还是游移的 不能做到一体 感觉 感觉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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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尽快的调整自己 其实我觉得这对仁浩也是一种锻炼 因为毕竟他现在还是男一队的拳手 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 这球太漂亮了 小霞是揭发球 算准之后 人球合一啊 这个球 就你的你算 你的思路也在别人的前面 你的技术也做到了 本年号还得需要多一些发球抢攻 其实 除了比如说像咱们中国队 反而咱们都在说中国队这种举国体制造就了中国的冰房球男队女队的荣誉 但是其实很多地区协会都在模仿中国的这种模式 因为它的确有值得借鉴的这种优势 比如像日本 日本现在也是一种集训 包括韩国 韩国他们那个奥运村的太极林奥运基地 他们也常年都是在这进行集训 所以说好的一种模式大家都会去模仿 对 因为它毕竟能带动成绩的提升 是 林奥当时开始采取正手的强攻 如果这球能拉出来 能攻得着 能力在 还是对李小霞有很大的威胁 他如果想制约住李小霞 现在从这几局球来看的话 还是多依靠正手 他的反手 不太能够制约住李小霞 包括他的拧拉技术 这个球大家看 叫典型的发球抢攻 其实这个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你像这个男子的发球之后这般抢拉 你必须要算准了 你要算的稍微有点差错 你还没发过对方走 就像刚才小霞直接穿你直线了 在一个李小霞呢 在发长久的时候 务必要注意隐蔽性 突然性 然后再加上这个正手的测身抢攻 五 五 三 五 三 六 三 这次封闭西日训练呢 中国女队还是在成都 男子呢是在厦门 对这几届的大赛基本上都是这个规律 因为这两个地方呢 一个是空气相对湿润 也比较像国外的一些天气 再一个呢他们也熟悉了这样的环境 都有回家的一种感觉 真正能够静下心来 和外界隔绝 把手机都交到教练组那儿 然后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在训练当中 稀 drarun 好 好的 。 好的 。 。 。 这种完全发生力以后 这个理解材的抵挡不住了 现在仁浩开始慢慢的发挥自己 对 他得甩开来才行 就像刚才那个球 他找到自己的节奏 能够发得上力 拉出男性的力量 仁浩 那你说其实是不应该打得那么差的 这是一个无位的失误 这球 可以说难度很大的时候 挑直线 这个球推挑的难度大的球道处理很好 遇到机会反而不会了 很多人会出现这种情况 其实这也是一个不稳定的表现 思想准备不足 好 好 像11比6人号拿下第四局 双方在前四局打成了2比2 而这场比赛我觉得锻炼的价值和意义 技术上在比赛当中的两人的一些发挥 我觉得都相当的不错 但我想这场比赛的核心的目的还是要锻炼力量 这个比赛到底其实输赢不是可以做到 重要的是看着就是李小杰能打出一些什么东西 我看到现场也有拉拉队举出了 对中国军中球奥运借而加油的牌子 我觉得小侠的发挥还可以再好一些 就从这个四局比赛来看 小侠的确技术比以前紧凑多了 紧凑在场上人呢 也比以前那个抓得住绷得紧 对 我想的小侠还是有一个发挥的空间 还能够打得再好一些 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比赛能够有更好的表现 比赛的比赛 这球仁浩是相持之后 这个反手也加上力的侧身 拉的也不错 我刚才也就说了 你看这个球啊 就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你进攻的时候 力量不重要 务必加提速 你速度慢一点 你拉的再重 小霞刚才就给了他一个直线 只能说力小霞太强了 天生神力 对 男性的球居然可以这么 在加力打回去 对 男选手也有点傻了 现在仁浩呢 开始加强侧身 他必须要用侧身 要用正手 对 才能够打出主动性 对 反手相持 他没有优势 一般 反手相持 一般 起码 干吗 起码 漂亮 同样小霞侧身的时候也要注意这个落点 观众朋友们 您正在收看的是在成都进行的 里约奥运会 中国平方球女队的热身赛 那么今天热身赛呢 都是由参赛的奥运主力 对模仿 模仿 奥运主要对手的一些比赛 第一场是李小霞对仁浩 仁浩模仿的是冯建威 第二场是丁宁对延生 漂亮 反手这个团阶 以前最配合的就是佩尔顺 佩尔森老瓦都会这把弹击 击球敲直线敲的真直 小霞已经连续顶住了对方侧身的进攻 贴住 哎呀 慢了一点点 小霞反手这两把贴的弧圈就特别好 因为这个反胶的贴弧圈啊 其实和正胶的细弧圈 它的原理差不多 因为反胶贴弧圈也不能撞击球 你一撞 这球就飞了 特别对方拉的转的时候 你用身体的力量把它含在身体里 吸住这球像吸铁石一样吸住 这个原理 贴弧圈才能够抑制它的旋转 但是对方拉的冲的时候 比如说撞击比较多旋转步枪的时候 你可以当弹击 可以弹击刚才小霞也打了几个弹击的反手直线球 这球对小霞来讲 现在有点被对方纠缠住 所以李小霞呢 还是要一点点的去克服 找出自己的制胜方法 我们看到这是两位小将 一个是朱玉玲 一个是来自江苏的选手 朱玉玲呢 这次是作为P卡 参加奥运会 一会儿他在最后一场 要和陈梦兴一场将来 太急了 这球 其实这个球啊 特别到了大赛的时候啊 现在热身赛 到了奥运会的时候 这个时候啊 一定要充分调动正手的这板球 你看这板弹完以后完全可以侧身了 来得及的 反手它毕竟有局限性 你身体的力量 你的稳健性 你的控制 是吧 你的这个准确率 肯定不如正手那么保险 而且正手小霞的技术又这么纯 他正手又这么有实力 所以完全不必用反手在那 拖着身体 人拖在后边 撅着完了以后加力 也加不出力 也加不出力 呢 吓出力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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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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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运气球 总体来讲 远昊今天对李小霞的发球处理的不是太好 发到反手长球经常会失误 发到短球呢 正所谓的短球又反手又拧拉不起来 漂亮这个变直线很及时 效果超级好这个变直线 所以小霞呢在这个比赛当你看这局在关键的时刻 比较重要的局数上啊 他能够及时的这个改变落点 不和对方去硬拼 因为这个比赛你作为女子选手跟仁浩来打的话 你怎么也不能就硬拼力量 硬拼这个速度还是要从落点上技巧上 打得非常巧 对来取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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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霞的防守已经到了一个超级高的境界了 他已经非常稳了 你根本拉不死他 他不管是变直线还是变斜线 他都是能够轻松的掌控在手 他不丢手 所以这样仁浩就很麻烦 你该攻的时候你拉不死别人 你没有得分手段做的直接点 所以这时候仁浩应该怎么办 他侧身的他也拉不动小霞 他尝试了一次被人塞了鱼线 他现在唯一一个办法就是给小霞正手位和中间位 然后他俩正手拼正手 你给反手对斜线这块 小霞肯定防得相当严密 他没有什么能够攻破对方的一些办法 我想可能 员浩是不是也还有比如说他现在是模仿 他也就不能完成打 也不能决定 就是不是完成发挥自己的这些东西 尽力都要模仿 有成天位技这样的特点来打 但是我想在训练当中 可能会适当的考虑模仿 但是到了比赛的时候 比赛毕竟是比赛 还是要按照自己的技术特点 自己的风格来打 如果在比赛当中那模仿的话 我觉得就太累了 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 T模仿的不像 自己打率很差 因为让你去演另外一个人 他不是你的技术 你肯定掌握不好 好 观众朋友们 我们继续为您带来 里游奥运会 中国平衡球队的热身赛 这是女子赛成都的比赛 第一场李小霞对仁浩 比赛是7局4胜 现在小霞是3比2领先 这局对仁浩就是非常重要了 可能输了这局 不要发球 零比零 哦 漂亮 零比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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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 前面打得都特别棒 啊 但是呢 这个球 顶 速度过快之后啊 小霞有点 呃 你看还是没踩住 在停顿一下 啊 把球能够很好控在自己的手里 啊 等于 幕就颓 那球一跳 tested直接糊了了 这球 彈了 这件太飘了 那么里约奥运会呢 乒乓球是四个项目 男女单打和男女团体 那么特别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难度在于先进行单打比赛 再进行团体比赛 也就是说 中国女队比如说抱两个人 叮叮地小侠参加 那总有一个人没拿到冠军 这个人是不是会受很大的影响 或者说这个人在前面有 也有可能被淘汰 总之有一个没拿到金牌的 那么在第二天投入到团体赛当中 这个失利的选手 是不是能够保持一个很高的思想境界 投入到团体赛当中 因为在团体赛当中 这三个人必须都得上 有一个打双打 一双一单的 两单的都有 肯定得上场 我想去年的伦敦奥运会 中国队已经很好的解答了这个问题 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没有太大的关系 毕竟那场男单结束之后 中国队在和俄罗斯队的比赛中 丢到了一盘双打 双打是马龙和王浩配合 丢了一盘双打 但是并不妨碍中国队最后拿到冠军 现在小霞呢 这反手优势应该说 挺明显 但是他还是要注意反手呢 不太过保守的 要相持就要加质量 再一个小霞还是要考虑一下 自己的一些主动发动的技术 主动发动的进攻 在这个比分段上 无论是在热身赛 或者到了奥运会 你还是要在里面打出点内容 甚至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你看现在就是很明显 小霞就是有点单调了 前面这反手是有优势 但你也不能从无报尾 都是反手啊 反手的局限性摆在那 对方呢 找的好机会 他的进攻还是可以得分的 所以小霞现在充分的要调动 用正手 正手要跑起来 差别 李小霞最大的困难 在奥运会当中 就是他的伤病 他的技术大家也知道 是大满贯 技术毋庸置疑 是最好的 但唯独呢 就是说他身体的这个伤病 是不是能够克服 对 我想 经过这50天的封闭啊 咱们也看到 通过这场比赛 也看到李小霞一个比较 可以说是全新的面貌吧 我觉得最少从 无论这场时候结果 好球 拉住 因为现在我觉得李小霞是那种 原来还感觉不出来 我觉得李小霞就是感觉有那种帅才 怎么讲呢 就是他对这种大局的把握的能力非常强 通过这个球 他对这个球的把控能力非常强 李隼教练培养了多个奥运冠军 所以能够带出三个大满贯 他现在正在努力打造这个 朱玉玲 但是有难度 李总知道也是金牌教练 空军教练 所以能够带出三个大满贯 奥运世界紧张在世界的冠军 绝非偶然见 一定是他的独特的一些指教方法 加上自身的这种努力和付出 才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 而且不仅仅是拥有那些大满贯 他带的其他选手也是非常不错的 比如像江华军 包括现在的穆子 还有以前的王月谷 这都是他的弟子 这都是他的弟子 så 这都将来的佩閪 elements of the Cold 这都将来对大的 Hä? 葮啊 6比6 分手 你不能让人为她准硬 那你当然想让人为她要有投过 这个发球啊 这个扮球啊 人耗 heart 发的不严密 出台了 被李小霞反手拉起来了 这板球拉的是一个高质量的弧旋球 相当的转 虽然速度可能不是太快 但是旋转很强 我觉得已经完全打出个气势 你看看任浩 他这个反手有什么特点没有 林强你能看出 你作为一个乒乓球的超级爱好者 又看了这么多年球 也解说这么多比赛 对乒乓球这项目特别了解 你觉得任浩这个球 他有什么问题没有 我觉得他往前的力量 是不是差了些 有一些原因 回头漂亮 这球彻底在信心上击垮了 任浩 这球太提气了 我想任浩这么多球 而且在这一场比赛中 不是第一个球被打回头了 反手的 被李小霞的反手的反思 正手的快带 我想这个可能还跟他本身 球的力量偏软有关 发力 任浩的 从你没觉得身上有哪个 哪个动作 好像没发上力 对 他特别是相吃相吃 反手特别想发力的时候 发不上力 对 而且他要想发力 动作有点偏大 所以就是说这乒乓球 为什么我们讲 从这个选才开始 就要看这孩子的协调性 你要全身不协调 你就是很难 把这个球打好 像李小霞赛点 10比7 4比2 站上了仁浩 赢了这场比赛 刚才林强也给大家介绍了 确实看到了封闭训练的 全面的一个成果 而且呢 我们今天通过这场比赛啊 也得到了一个感受 所以这场比赛 虽然是场模拟的比赛 但是无论是仁浩 还是李小霞 都竭尽全力 对 所以比赛的 结果和效果 是非常令人满意的 球也是高质量的球 好 观众朋友稍后将继续为您带来